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de.js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插入Mongodb的文档 什么意思 咱们上一期干了些什么事 连接的 成功的连接了Mongodb的服务器 今天不能白脸 咱们就要往里面插入文档 插入记录 这是今天咱们的工作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用Node.js来操作一下Mongodb 好 咱们看今天的实战演习 我讲到插入 就非常有激情 看 这是第一行 声明一个Mongodb的客户端 没有问题 然后指定一个断言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指定Mongodb服务器的连接串 这个地方IP 我改一下 我的本地的连接的Mongodb的IP地址是11.18 这是我内网的IP 您可能有不同的IP 到时候您这一改就完了 好 然后连接某个数据库 我是ComaBlog 没有问题 然后这是上期做的连接 然后断言看是不是连接成功 如果连接成功 打一句话 然后用咱们返回过来的回掉函数的客户端 打开DB name这个数据库 这个DB name是什么 ComaBlog 打开之后会生成一个DB对象 然后咱们就要对这个DB对象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 比如说咱们这个DB里面有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名叫做Post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Collection 什么叫DB 这个是MongoDB的概念 不是Node.js的概念 如果说我MongoDB 我不太知道该怎么用 没关系 您去看我MongoDB那条视频 给您讲解的非常的清楚 好 咱们连接了一个叫做Post文章的这么一个集合 然后这个集合里面要做什么操作呢 大家请看 就这个地方 干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先声明一个Jason的数组 咱们大家都知道 关系数据库里面的某一个表记录 那就是表记录 那么在MongoDB里面某一个集合的文档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Jason对象 对不对 OK 我这里面大家请看 这个数组里面有三个Jason对象 每个对象里面有两个字段 哪两个字段 标题以及标签 没问题吧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三个Jason对象 或者说叫做三个Jason文档 插入到MongoDB里面去 插到哪个表 插到这个Post 这个不叫表啊 叫集合 因为它是MongoDB 怎么插 大家请看啊 用这个Collection对象点 Insert 然后呢 把这个Jason文档的数组呢 传进去 它会帮帮帮帮帮帮 插进去 然后咱这判断一下 如果插成功了 断言什么都没有 如果这插失败了 会给咱报一个错误 咱们会答案出来 如果都成功之后 咱们呢 关闭数据库 我关闭数据库这写的有点不太对啊 应该是放到这里面才对啊 好 应该是放到这个地方 好 那今天咱们来实验一下这个代码 看是不是能够成功 我赶紧建一个 文件啊 稍等 这个文件我没写文件名 那我这给它写文件名吧 叫做这个 还跟上期一样 叫mongolfunk.js 好 咱们现在马上建这么一个文件 在第14课的目录下 go 然后把代码拷过来 拷过来之后 有两件事要做 哪两件事要做 对 第一是安装驱动程序 第二是修改IP地址 IP地址我已经修改完了 那咱们只要安装下 mongolfdb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好 咱马上安装 我开一个控制台 在这地方直接敲 npm控格 install控格 mongolfdb回车 正在安装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 按理说 我就应该执行咱们这个程序 对不对 在此之前 我先看一下mongolfdb 我的这个post文章表里面 都有哪些记录 这很必要吧 好 咱们看一下 稍等 我这敲db.posts.fund 稍等 我清下屏 咱从来 上面怎么有个语法错 从来 大家请看 我现在的文章表里面 有七条记录 怪物猎人 直传 马里奥 乌班图 信长野望 卢比 塞尔达 以及骑士发生 综合交易 没问题吧 我插那些文档 我爱马里奥 我喜欢Note编程 稍等 我爱马里奥 我喜欢Note编程 我会用mongodb 我插这三个文档 换句话说 咱们执行完这段代码之后 这个数据库里面 会多了三个新文档 好 咱们试一试 go 我这敲 node 空格 然后是咱mongod 放 回撤 哎 怎么样 没有报任何的错误 没有报任何的error 说明什么 说明成功 咱们看一下 回到这 咱们把它放了一下 大家看 我爱马里奥 我喜欢Note编程 我会用mongodb 成功的插进来了 没问题吧 太没问题了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用这个驱动程序 成功连接了数据库 成功插入了各种各样的数据 而且咱们插的还是一个数组 同时咱们在数据库控制台 确实看到了这个数据呢 插入成功 没有问题吧 OK 这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内容 咱们呢 插入了数据 今后呢 咱们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操作 读取数据 删除数据 咱们都要做 好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今天这个视频就只能给您分享到这里哦 内容呢 稍微有一点多 应该是稍微有点心啊 您呢 赶紧敲一下 去试一下 如果说您拷贝我的代码呢 也是没问题 但是我希望您能够最终自己敲出来啊 这样的话呢 记忆会比较深刻 好吧 那么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优酷的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去观看 为什么 YouTube是高清吗 对不对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了哦 拜拜